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程是 Dispale课经典网页APP分享 那如同之前大家所要求的 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是 这个非同步的线上授课 那我已经将这个 就是录影上线到我的网页上 那大家可以直接去做这个查看 那我今天要教的重点是 这个经典网页APP的分享 那我会秀两个 这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这个网页APP的范例 然后最后我会教你们 如何把你们的这个 已经写完这个ShiningAPP 把它部署到这个网页上 网站上面 那这样子你们在教期末作业的时候 才有可能给我一个网址 那我看看你们写出了什么东西 好那我这边这边 首先第一个 我想要跟大家这个介绍的 这个就是APP 那这个就是要based on 我们一直以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 这个任务啦 也就是我希望啊 我们可以有一个 这个APP可以交给我 这个没有女朋友的男生 就是没有女朋友的朋友啊 那这样子 如果有人在这个 PTT论坛上面 征这个男友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第一时间 找到这个女生 然后跟他寄信啊 那这样的功能其实也可以拿来 呃 据来说是找这个 据来说演唱会门票啊 或者是找什么 呃 就是找一些 呃像是呃 就是呃 就是呃 反正就是这些非常 非常需要第一时间去回应的这些东西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串语法 它是之前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试过了 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贴下来 那我们直接呃 就是直接按Source 那我们应该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答案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结果好了 这个通常会跑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MyTable 好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啊 就是呃 我们可以这个 我们可以找到前十篇的 这个就是前十篇的 这个就是呃 有这个呃 想要争男朋友这个人啊 这样子那最近的一篇是这个呃 呃12月13号的这个凌晨三点 看起来他真的是蛮想争男朋友的 好那我想要讲的 呃就是 那我想要跟大家present的是说啊 这个我要如何把这样的一个 Agonism把它放到我的APP上面 然后让大家去使用啊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语法关起来 那关起来以后 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就是我们首先要先开个资料夹 好我这边就叫APP 然后我把它储存一个 ui.r这样一个档案 那我想这个大家之前就已经学过了 那并且再储存一个 server.r的档案 好我两个都储存完了以后 回到我的这个 我回到我的这个就是讲义这边来 那我来把我的ui.r 这样的一个这个 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语法把它贴过来 然后并且我也把server.r把它贴过来 好那我想这边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ui.r跟server.r 我们现在要做开发的时候 我们是不管3721我们就按ROM就对了 好大家看到了这个画面以后 我们可以按我开始下 那你看他开始寻找文章中 开始截取文章资讯中 好看到了吗 我们真的拿到了这个我们刚刚的table 所以这个是不是非常方便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你想要给一个 没有女朋友的男生 然后给他这个网站 这样他随时就可以看到论坛上 那目前有哪些哪些这个哪些人哪些人 哪些人可能有上网去争这个就是男友 那我们就可以去赶快去记信这样子 好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们首先我们要先去学习这样的语法是怎么样做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ui端 那我们的ui端我们使用的是nevbar page这样的一个模板 那真囊文自动寻找系统 好我们再打开一次好了 好这个是他的字就在这里 近期文章搜寻这是我第一个tap panel 这个之前就有教过了 那他的ui结构也非常简单 也就是action button submit 然后就按我开始找 所以在这里会有个按我开始找的这个按键 然后接着这个就是产生出 我这一个data table的这个结果 好那在server端就比较复杂一点了 好首先我需要把my table my table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透过event去触发的这一个 这一个中心的函数 那impute submit 这个submit 按下去之后就开始执行下面这一串语法 下面这一串语法跟之前的这个 就是你之前看到那个语法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差别只是在说我们给他这个withprogress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子搜寻起来就会快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进度图 那这个my table就是会是我最终的结果 我把它放到view这里来random data table 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data 然后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变成result 然后输出 那所以这一个基本上这一个东西它的难度就也没有那么高 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来个重点 就是说刚刚我搜寻出来那个东西 它并不友善 因为使用者我没有办法点击文章去找到那篇文章 我们这里会需要用到一个html的语法 那你还记不记得在之前我们在用这个 我们在找超连结的时候 我们是用A这个标签去找 然后所以说我们现在试着把这个标签给加上去 重点是在这里 重点在这里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串网址 对不对 现在我们把这样子显示网址 然后我们在这里给它加上一些 贴上一些前缀符号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新的server端的语法 我们把它放上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 好我就只有改那一行 然后我stop 然后再runapp 好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就写按我开始找 然后来试一下 好你应该有发现这里是不是变成超连结了 好我现在就点进这篇文章来看一下 好你应该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认识 想要认识新朋友啊这样子 那这样是不是就方便很多了 好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 这个 所以说这个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这个 这个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就是系统 把它就是就可以拿来做一个公开了 那我想 它里面的核心技术其实并不是说 要写一个shining的APP 重点是之前我们有教过如何就是自动的去做一个爬纹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功能 那有了这样的功能之后啊 其实这个就是我只是把它放到这个APP的这个模板里面了 那这个其实我几乎没有改任何东西嘛 它的核心还是你之前所学的这个R语言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第一个部分已经把它介绍完了 那我今天要介绍第二个部分是病患的存活预测 那这个对医学系就是大学部的同学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或者说如果你没有上过这个机器学习演算法部分 你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我这边建议就是说如果这边你真的觉得听不懂 那你直接跳到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我们会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把这个你的网 好那我们现在来做第二节的介绍 我们第二节的介绍主要是想要预测一个病患是否死亡 我们使用存活分析来进行 那我们这边要Library Survival这个函数这个套件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我这边不会介绍太多的原理啦 那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看我这个机器学习机演算法的第九课 那这个方程式它代表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他可能H0代表这个就是 就是所有的Bestline这样的一个人 他X1等于0X2等于0的时候 他踢一个时间点的Hazard 那对于第1个人来讲 他的Hazard可能是他的BestlineHazard的多少倍这样子 那这样的一个Hazard是Cox比例风险模型中所定义的特殊参数 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我们这里也不要用什么太难的这个太难的这个数字啦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好我这个语法我是呼叫个范例Data进来 那呼叫个范例Data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Data长什么样子好了 好这个Data它有一些有时间 然后有事件然后还有一些年龄一些基本资料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我们使用这个就是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用Cox PH 然后就是Co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把这个Model给他预测出来 那我们Summary之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这个我们Summary之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它的这个Edge的系数应该是0.16 那我们来回头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式子 那它意思就是说 这个0.16乘上H 是等于这个左边这个Hit除以这个H0t的这个log值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我想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很多研究生 他可能对这个结果是非常熟悉的 那我现在啊我主要我要先跟大家讲这个 这个demo主要是要给原作生看的啦 就是你未来的硕士论文 如果你做出一个预测公式 你就可以很好的用今天我们的教学 把你的结果给present出来 好我们可以利用函数Best Hazard 退出BestSlide的累积的Hazard曲线 因为这个H0t它的意思是在第t的时间点 所以这t可能有非常多个 所以我们要把BestSlide的所有时间点的 这个Hazard把它写出来 好那我们可以用H0t这个函数 BestHazard这个函数 好你可以看到在第59天的时候 它的Hazard多少 第115天的时候它的Hazard多少 注意一下这个Hazard它跟存活率的关系 等一下我们会讲 好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这个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年龄是60岁的话 那它的Hazardratio是这个样子 它的IndividualHazard就等于BestSlideHazard乘上Hazardratio 那接着它的Survival就等于 注意这里Survival rate跟Hazard的关系是 Hazard加上一个负号之后在Exponential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累积存活率 所以说Hazard如果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那这个负的Hazard就会非常非常小嘛 在Exponential完之后它就会非常非常的接近0 那如果这个Hazard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小 小到什么程度呢? 它小到小到小到来说是这个就是0啊 它如果小到是0的状况下 那这个Exponential0那就是1嘛 所以它的存活率就是100%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现在直接用60岁来做预测 那我们得到Hazardratio就是1.85 好那接着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得到这个人的IndividualHazard 好这个是它每一个时间点它的Survival Rate各是多少 好有了这个以后啊 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画出一个Kaplan Minor Curve 也就是这个人对于这个60岁的人来讲 他的累积存活率应该是长这样子 好他的累积存活率是长这个样子 好那这个图啊我们其实不用特别就是 我们不用特别去就是 他意思就是说在第200个时间 大概200天的时候 他的累积存活率大概是90%左右 大概在第600天的时候 他累积存活率大概是35%左右 好那这个图啊已经 这个图我们如果说 你让使用者输入你是几岁 然后你画出这个图 这样其实已经非常好了 只不过我们还想要再把我们的图再更进阶一点 那如果我们要再更进阶一点的话 我们可能会使用到Google图表来进行呈现 那这里我们这个Google图表啊 这个我们就是这有一些课程啊 这个我们应该是已经有些做了一些删减啊 那这个Google图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使用Google图表来做到这件事情 好你可以看到 好我们试着把刚刚的这个存活曲线放到这个webapp中 那我们可以使用sliderbar 让使用者可以选择一个年龄 然后在webapp里面 然后直接把刚刚那个Google图表把它返回 那我们这边来复制一下我们的UIR跟我们的server 我们把UI直接改掉 好我们再把我们的server.r也直接贴过来 那一样啊 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 我们完全就不要去考虑它到底是怎么写的 我们就直接run就對了 好run完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Google图表已经跑出来了 我今天把年龄改成60岁 你看它的这个存活曲线是不是就改了 那Google图表就像我们之前上课讲了 它跟这个一般的图表来讲最不大不一样 就是你看我可以一点点的去看说 它在这个时间点 它实际上Hara的这个Hara Ratio是多少 那这个右键就可以返回 好那有这样的一个工具来讲 我想对于大学生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但对于研究生来讲你可能会非常有感觉 你是不是马上想到你的硕士论文 如果用Co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做分析 那你未来想要present的时候 你想告诉人家说 这个60岁的人 它在每个时间点的risk有多少 70岁的人在每个时间点的risk有多少 那你是不是可以非常好的做一个这样的demo 好那我们这样的demo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UI跟server是怎么做 这个UI非常的简单 through page就是一个标准的白页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slider input的edge 然后跟html output的chart 那这个就是标准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格式 那接着在server端呢 这些函数 因为我首先我要先产生那个model 我需要产生那个model 跟这个hlink hazard 那我的output chart1呢 就是把我们目前input edge把它输入进去之后 然后得到hard ratio 刚刚这些语法都是刚刚那些语法 然后我们就得到km curve data 那我们接着就可以用scatter plot把它画出来 这个语法都跟刚刚的语法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所以说接着我们就把这个scatter把它画出来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在那里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 好那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练习好了 就是这个是给研究生做的啦 如果大学生你想要做看也可以 但是对你来讲可能会稍微困难一点 就是我们希望啊 我们刚刚就用edge来做预测 我们希望用edge加rx的两个变相来做预测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rx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data 好这个rx它是一个1或者2的一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是什么老实讲我也不是很知道 那我们就现在希望 你在建taxproportionalhardmodel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用rx跟edge两个variable 那你同时用两个variable 你在让使用者做这个UI的这个输入的时候 你就必须让他同时有rx跟edge 两个variable来进行这个输入 那最后他就可以得到相对的存活曲线 好那我们来给那我们来给大家这个 来给大家试着去做一下这个练习题 好那我想这一题的答案 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应该要先了解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做model的时候 我们需要加上rx这个rx的变相 所以说我们本来 我们就只复制这串语法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本来是只有用edge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加上rx 那我们的model就会有一些改变 我们的model就变成需要输入edge跟输入rx 才有办法做运行 那我们在predict的时候 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需要你的 就是你data-friendly 你除了输入edge以外 还要输入rx 那这样子的话 注意一下就是你 我刚刚说你想用radio button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把这个 就是把radio button出来文字再变成数字 所以你这边需要给它as numeric 那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得到一个linear的predictor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UI 我们就可以加一个radio button 那我们来再注意一下 就是当我在加radio button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这样子 就是先加上去之后 我们先让它看 看一下这样的东西 出现了radio button出来 只是现在对我们的output没有任何影响 那还是一样就是这个样子 那接着我们rx进来之后 我们首先先把我们model的换掉 我们把我们的model 我不小心把我们server关掉 好我们把我们的model直接换成加上rx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就要加上rx 等于input里面的rx 那你注意要小心啊 这个就是你需要把它as numeric 你需要把它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样就已经做完了 我们来试一下 就这么简单 好你看我现在改这个是会动的咯 看起来1是比较危险的 2是比较安全的 那edge一样 edge再做一个修正 好那这样子 这样子你大概是不是可以想象出来 其实我可以在这边加非常非常多的variable 然后之后这个 就是根据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 可以把这个东西选出来 好我想这个 这个APP它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等于说我们可以让使用者轻易的得到你的这个就是 你的这个就是在每一个时间点的存活率 那这个对硕士生我想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大学生因为你们还没有开始要做论文 所以你们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感觉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 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经典APP的案例都已经交完了 那我想这两个经典APP的案例我讲的是比较快一点 因为其实讲真的 这个就只是一个简单的demo而已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去Shining的官方网站 我想这个我们第一节课在教Shining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第12课的时候 你应该就有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就是example 那你其实可以在Gallery这里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example 那假如说你对这个example非常有兴趣 我随便找一个好了 这个有一些真的都看起来都非常炫 covid-19的这个tracker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长的怎么样子 还有时候你在这边有viewcode viewcode在这里它都会提供它的这个全部的code 但它有一些code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它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文件 那你可以把整个资料夹都打包下去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好 好你可以看到它的MAP 它跑了有点久 这个 它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 它可以看到在不同时间的这个爆发状况 这个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是做的很炫 好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 你可以上这边来看 然后我们用个简单版的好了 就是我们用个简单版的 我们不要看那么难的好不好 因为你难的你可能还要再装很多套件 好你看这边 它这边是不是有server点跟UI点啊 好那我们在server点 我们在UI点R我们这边复制一下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 好那我们在server点R这里 好我们按下run 我们试一下 好你看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这个 看到了跟刚刚一模一样的东西 好这个 所以我想就是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改 好我想我想这个就是 我跟大家demo这个东西主要是想跟大家讲说 这个就是其实你可以 你可以到Shining Gallery上面去好学习学习 那这个你可以就是直接像老师我来学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把人家的东西复制下来 然后直接就是稍微看一下 他是怎么写那些语法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去弄 那我们现在要好好教你一下 那你要怎么样把你们的东西变成一个网址 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们现在是要把它上传到 博光网站shiningapps.io这个网站上 那等一下我就教大家怎么去做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大家的部分人都是免费载 对不对 免费载啊只能够让APP 运作25个小时 也就是一个月啊 如果有人点你的网址超过25个小时 那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要付钱 那这个你只能够上传5个APP 那这是免费载的缺点 但是除此之外 那你上传到拖光网站上的话 你一定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原始码重要商业价值 我建议你是自建server 自建server这里我不可能会教你们 因为这个难度真的是有点比较高一点的 就是你可能要自己上网稍微查一下 要怎么自建server 那因为他首先你需要 首先你需要有一台不会关机的电脑 而且要Linux版本的 所以你可能大概都要二三十万跑不掉 所以我比较建议你 我们先学习如何去建立在拖光网站上面 首先你需要到shiningapps.io 这里去建立一个账号 那这个建立一个账号 应该大家可以看到 你现在先进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点进来的画面是什么 这边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刚刚申请了一个 就是全新的Google账号 那我想你们应该不需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们的账号应该不可能 应该不可能之前有用过了 就是之前应该是没有用过 这个shining.apps.io 那这个shining.apps.io 这个账号 它一开始登录的时候 它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那我们来 好你看到我们到了这个画面之后 你可以直接的用这个Google账号来登录 那我就直接用Google账号 好这是我新开的账号 所以这是一个flash的账号 你们看到 你们进去 用这个Google账号进去之后 你们会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画面 好你应该可以看到了 这个画面是说 你需要去设定你的 这个网址的名称 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以后你的网址 你要给老师的网址 就是https 冒号写线写线 那这个就是你要好好输入咯 然后点shiningapps.io 所以这里这不能乱输入 你不能输入什么ABC 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请你输入一个 你个人认为可以 你会记得起来 然后满足你这个 就是可以让你这个 就是可以让你这个 就是记得起来 然后可以跟人家分享 然后知道那是你的网站 就来说你可以打说我是07 07 07有人申请过了 070629有吗 070629没有 那我们就用这个 save 好注意一下 现在我的名字就要070629 好不好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接着 你需要按照他step1 step2 step3去做 你step1 install package 你就把它输入到这里来 好 你就按yes 对了你不要管他 你就反正他install 你就按yes 再一次 好好好安装好了 好安装好了以后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语法 好接着 哎这一段非常重要 这个你看他这里我直接复制的时候 他是一个秘密 所以千万不要复制这里哦 重点是你要先show show了以后你是不是就看到了 这个是我的这个金钥 这个金钥你千万不要分享给别人 啊我在这里跟网路上公开 不会怎么样了 反正你们要把东西上传到我的网址上面 也没有什么关系啦 好你你把这个东西你把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东西这一串跟这一串 就是我要搞我在使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要告诉这个shiningapps.l 这个你的这个token跟这个就是密码 是什么这样子 好那我们把它复制下来之后直接 直接在这里贴账哦 这一串跟这一串注意哦 这两串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千万不能外流 这有点像你比特币的钱包那个样子的感觉了 好按一下enter之后 你看他要过一段时间好 他这样子结束之后就代表我这台电脑 已经跟shiningapps.io去连线 在在这之前是没有连线的哦 现在有连线之后 我只要从这台电脑上传UI跟server 那他就会认为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就是 他就会认为这个是就是直接上传到 零青0629这个域名去的 好最后我就可以去publish了 那我可以去publish之后 我们是我们试着来做一下 我们要怎么publish 这样两下就可以了 就是你如果注意看的话 你看我们刚刚写的这个APP 这个APP这里UI跟server 这是不是我刚刚去贴那个什么kmeans这个 这个东西对不对可以吧 好那你注意到右上角是不是有个publish 这个按键你现在就可以按它了 好你注意哦你按publish之后 你按publish之后 你看这里是不是有出现这个零青0629这个域名 好因为我的电脑同时还有用别的帐号去跟它连线 所以你会看到两个 那实际上你应该只会看到一个 那反正你就选择我刚刚那个域名 好注意它这里 title这里你要好好输入哦 我直接title这里就直接输入test好了 这个test等一下会出现在哪里 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了 好我先按publish 好等一下等一下我的网址就会叫https 冒号斜线斜线070629.shiningapps.io 斜线test 所以那个就是那个名字你也千万不要乱取哦 好不好我现在当然是把它取名叫test啦 但是你千万不要乱取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就等它看一下它什么时候 会把这个网址弄上去 好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已经全部都等完了 这个等这个会等一阵子啦 就是这个全部跑完会等一阵子 那跑完之后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网址了 这是不是这个070629 这是不是我刚刚设的 这个这个是你可以设的哦 你千万不要乱打一串子 那这个test也是我刚刚设的 好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串 我们就可以打开看到了吗 这个网址是070629.shiningapps.io 我写先test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上传的那个范例 好那我想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我希望大家就是 呃我们的期末座的要求非常简单 就是你需要给我一个网址 那你也不要给我其他什么语法 我就只想看你的网址 我想看你做的什么样子 那你最简单的做法 你至少至少at least 你至少要随便贴一个网站 随便贴一个网站 让我看看你的品位吧 对不对 你贴的就是这种东西 你贴什么东西 我大致上可以看出 你大概学到什么程度了 那另外就是这个 我希望你如果是可以的话 你还是可以自己写一下 这个自己写一个网页 那你你越创新 那你的分数就越高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好我想就是 呃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课程大概就是上到这里了 那如果同学有这个有任何问题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再写信给老师 那老师会再帮你看一下 大概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说我这边给大家一个服务 如果大家真的非常想要 把自己的网站做好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语法 就是你的ui.r跟你的server.r 你把它寄给我 那我可以看一下 那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你有哪些功能做不到啊 或什么的 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那要怎么去改它 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